大家好,我们今天来更新一下这个画脸工具 这个工具呢,现在是最新版是2.2 那么它这个从2.0开始啊 然后就没有再开放了 就属于收费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免费使用到的最高版本呢 就是1.8 然后这个版本是3月6号 但是实际上呢,它最近又更新了一点东西 我试了一下这个 它增加了对50系显卡的一个支持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版本呢 可以使用50系显卡了 然后呢,这个速度呢,确实比原来要快一些 速度比原来更快了 使用起来没那么卡了 工程上的话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去更新一下 然后呢,这边是给了两个版本 这个N卡和这个A卡 这个A卡这个版本呢,我是试着弄了一下 但是我这边没有A卡没法试啊 所以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跑得起来 所以有A卡的同学呢,可以试一下 好,我们就直接看这个版本啊 证明一下能跑就行了啊 呃,其他的如果对这个工具的使用有疑问的啊 如果有不会使用的 那么我之前发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啊 那个视频已经详细的介绍了所有的用法 所以这边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我们来就选个这个角色啊 像这种脸是不行的 大家看这种脸是斜着的 斜着的这种脸不行 比如正面的脸 然后呢,这边我们选个多人脸吧 这里面有很多 然后把这个多人脸关掉 如果说你这个开了之后 那么他就是用这个脸啊 把这个所有脸全部替换掉了 所以把这个关掉 就是如果说你想指定某一张脸的话 那么这一项不要开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开始 好,然后这边呢就可以去做一一对应 随便去写这个对应的脸给它画就行了 这个 然后起个名字 这边就开始运行 大家看这个运行速度确实比之前快 它已经跑完了 还是值得更新一下的 因为这个工具呢,它本身就不大 画了,是吧 它画了,它也画了 效果没有任何问题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 这个我们来找个视频 视频,视频需要点这个,选一下这个 然后呢,找这个视频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关掉它 然后点这个输出啊 这边就直接就运行了 速度上感觉确实比之前快啊 看一下这显存的占用啊 显存大概是现在是 八个G 八个G还行 好,这个稍等一下 我们待会儿看个结果 好,破完了 看一下这个结果 在这儿啊 所以这个工具呢 还是值得大家更新一下的 毕竟效率快了一些 然后也支持了50系显卡 总的来说还行 今天就这样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